在首都開羅入夜後 部分反對總統木耳西的示威者 越過鐵絲網圍欄進入總統府範圍 和警員以及軍方推撞 又包圍坦車和揮舞其次 不斷高呼和平的口號 軍方就調派士兵保護總統府政活 超過一萬人繼續聚集在總統府外 要求穆爾西下台 反對派指澤穆爾西 拒絕撤回擴大權力的法令和各自新憲法 表明不會和他對話 埃及傳媒引述副總統和司法部長說 穆爾西準備押後今月十五日 就新憲法舉行的公投 選舉委員會同時宣布 將被外地埃及人提早公投的日期 由原定星期六開始押後到下星期三 穆爾西在上月22日頒布擴權法令 強調在新憲法頒布和新議會選出前 總統頒布的所有法令為最終決定 以防司法部門推翻憲制委員會 之後又宣布12月15日 就新憲法草案舉行全民公投 但反對派不滿憲制委員會 由穆爾西所屬的穆斯林兄弟會主導 缺乏世俗代表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談語總報道